因为佛在经上讲过 娑婆世界也是好修行的场所 在娑婆修行一天 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本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障碍 样样顺心 样样如意 提升很困难 这个世界苦乐夹杂 大起大落 要多落很快 一下会多地狱 要往生也快 所以您能够了解这个环境 抓住这个环境 大幅度的提升自己 多好啊 大幅度提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慈悲 就是爱心 你能够把你的爱心 扩充到 发解虚空间 至少也像弟子规那样一个标准 凡是人皆去爱 你能够爱一切众生 人之外所有的动物 平等 平等爱心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你没有一样 不是真诚爱心 那你到极乐世界去 那个品位就提升得很高很高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学这一招 学化解所有的怨恨 别人 毁谤我 无辱我 陷害我 不但没有怨恨 还有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笑我的业障 顺境里都感恩了 历境里面是更感恩 这一生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多幸福啊 放下 这个 恩怨 全心全力 尊重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我们断卧修善 极功率的 要这样去做 才有真实的功德 住在这个世界 跟一切众生往来 学 普贤菩萨 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念念 想帮助他们 成就他们 这众生叫我 没关系 有缘 你慢慢就感化他 我们做出个好样子来 给他看 让他慢慢的 去救我 像华严谨记者里 说的 学生 无量 等差尘 菩萨做这么好的样子 给我们看 我们应该学习 自己觉悟了 帮助别人 随缘 不叛远 有这个机缘 要做 不能不做 这是将所有物质现象 远举远在 举的时候 没有关系 没有贪念 散了的时候 不生烦恼 没有怨恨 居也好 善也好 总要以 心平气活 对的 才能真正 保持自己 居耳不灭 没有 有 也好 有 对的 是